虽然男人都会长胡子,但我们会发现啊,有些男人胡子长得很快,而有的人却很慢。 那胡子长得快是怎么回事呢?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? 男人长胡子的快慢和雄激素有很大关系。 如果体内雄激素旺盛,那么胡子就会长得很快。 除了胡子,你会发现别的地方的毛发也会很茂盛。 这样会让男人看起来更有男人味,更有魅力。 所以呢,这么看来,胡子长得快是一件好事。 那对于胡子长得慢的人,也不用担心,如果体内缺乏雄激素,要及时调理。 多加强体育锻炼,注意饮食,可以多吃牡蛎、鲜鱼、海参等等。 这些有助增强雄激素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 得啦,就爸爸这些吧。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追究的问题,可以给我留言。 下期再见。